今天买了一斤多的大虾 就来分享一个非常美味的做法 先从大虾的第三节处 用银针挑出它的虾线 拉的时候慢一点 不要给它扯断 今天买的大虾非常的新鲜 32块钱一斤 虾线挑好之后 再用剪刀将它的脚和虾须给剪掉 然后加入清水 抓洗干净 洗好之后 控水放进大碗里面 加入料酒 加入食盐 用手将它抓一下 腌制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准备剪棉藕 修起外皮去点两头 切成稍微厚一点的薄片 然后放入盆中 一个土豆 修去外皮 对半切开 然后也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将它放入盆中 然后再准备两把清洗干净的花菜 一个洋葱 去掉外皮 对半切开 然后将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 放入盆中 然后再准备半把的金针菇 清洗干净 青红辣椒 分别切成小块 放入盘中 生姜切成小块 大蒜切成小块 放入盘中 再准备一小把的青花椒 两个干辣椒 用剪刀剪成小段 喜欢吃辣的可以稍微多加一点 拧起一个碗 加入两勺的生抽 一勺的蚝油 半勺的老抽 一小勺的食盐 两小勺的白糖 然后将它们搅拌 混合均匀 苹果里面 加入稍微多一点的食用油 将大虾摆进去 两面都煎一下 煎至大虾变色 然后将它夹出来 再将土豆摆进去 两面煎一下 煎至土豆边搅微焦 夹出来 藕片和花菜也同样煎一下 煎至边搅微焦 夹出来 然后换上身口的苹果 倒入剩下的底油 加入一点香辣酱 也可以用豆瓣酱 用铲子翻炒一下 炒出香味 然后再加入生姜 大蒜 辣椒和花椒 翻炒出香味 加入洋葱和金针菇 翻炒一下 炒至边摄 然后下入刚才煎好的 所有配菜 翻炒一下 炒匀之后 下入大虾 然后下入青红辣椒 加入刚才调好的料汁 接着给它翻炒 拌匀 拌匀之后 盖上盖子 用大火煮五到六分钟左右 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加入花生米 加入一点熟的白芝麻 然后用铲子 将它们翻炒均匀 这样一款非常简单又美味的麻辣香锅就做好了 非常的适合秋冬的季节 边煮边吃 所有的食材都非常的入味 一家子人 吃得别提有多高兴啊 家里有朋友亲戚来也可以像这样做上一锅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感谢观看 我是阿宇 拜拜